陆秀瑜 从老家来的人要找他 一听说是老家来的人 陆秀瑜连忙放下书 急匆匆地走了出去 门外 一个大约四十多岁年纪的男子就站在门口 陆秀瑜并不认得此人 便开口问道 这位大哥 我就是陆秀瑜 不知道你找我有何贵干 男子上下打量了一番陆秀瑜便开口说道 陆公子 你赶紧收拾东西回家一趟吧 你爹他出事了 听到这个消息 陆秀瑜犹如五雷轰顶一般愣在当地半天也说不出话来 男子见他如此 赶紧说道 陆公子 你没事吧 陆秀瑜这才回过神来急切地问道 我爹他怎么了 男子叹了口气说道 你爹他 他去世了 如果说刚才的消息是一记闷棍的话 那这个消息对于陆秀瑜来说 简直就如同万箭穿心一般 他瞬间站立不稳 瘫坐在了地上 怎么可能 一个月前自己回家时父亲身体还好好的 怎么一个月不见他就一命归息了 停顿了一会 陆秀瑜这才华的一声哭了出来 在众人的一番劝说之下 陆秀瑜逐渐冷静了下来 急急忙忙收拾了一些东西之后 他便上路了 陆秀瑜和他的父亲虽说不是亲生父子 但却胜死亲生 十几年前 陆老爹带着陆秀瑜来到了此地 靠着一门打铁手艺 陆老爹含心如苦把陆秀瑜抚养成人 来到老家时 陆秀瑜年仅三岁 陆老爹是个哑巴 生活本来就艰难 又带着个孩子 其中的难处可想而知了 有人见陆老爹可怜 就计划把一个寡妇许佩挤他 但陆老爹说什么也不肯 尽管他不会说话 但人们从他的首饰当中 还是读懂了他的意思 他怕孩子吃苦 就这样 陆老爹既当爹又当娘 总算把陆秀瑜养大了 秀瑜懂事以后 见父亲十分辛苦 便要跟着父亲打铁 可陆老爹却非要把他送去读书 为了这 父子俩还曾经吵过几次 直到陆老爹以死相逼 秀瑜这才听从父亲的吩咐去读了书 有了这样的经历 秀瑜格外珍惜着难得的学习机会 读起书来那是分外刻苦 一个月前 秀瑜曾经回过家一趟 那时父亲的身体还很硬朗 丝毫看不出一点生病的迹象 仅仅过去了一个月父子俩就阴阳相隔 你说秀瑜能不伤心吗 回到家中时 热心的乡亲们已经把陆老爹放到了棺材里 在乡亲们的帮助下 秀瑜怀着无比悲愤的心情安葬了陆老爹 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 一个包裹引起了陆秀瑜的注意 这个包裹是放在箱子最底下的 陆老爹在世的时候 把包裹看得非常重要 秀瑜曾经记得 没人的时候 陆老爹经常把包袱里的东西 拿出来看上半天 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陆老爹一看到里面的东西时 就会特别激动 尽管住在一起 但陆老爹并没有把包裹里面的东西 让秀瑜看 尽管陆老爹是个哑巴 但秀瑜还是能从他的肢体语言中读懂 父亲像是在告诉他说 等他长大以后 自然会让他看 包裹里究竟有什么秘密 父亲死了 怀着疑惑的心情 陆秀瑜打开了包裹 包裹里面装着一方手帕 尽管过去了很多年 但手帕依旧结白如新 手帕上有一个小孩的红手印 大概是在孩子小的时候 把手放到印尼上面 拖 踏 下来的 和父亲相处的近二十年里 父亲并没有把手帕的秘密告诉过他 里面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父亲死了 这个秘密也随着他的死深深地埋进了土里 因为陆老爹死了 家里没有了经济来源 秀瑜不得不停止了学业为了生计打拼起来 三个多月后 秀瑜离开了家外出谋生去了 十多天后 秀瑜来到了离家三百多里的一个地方 连日的奔波 身上的钱早已经花光了 幸好遇到了一户人家见他 可怜便给了他一些干粮 秀瑜总算才没有饿死 一路风餐露宿 原本还算标志的秀瑜活脱脱变成了一个乞丐 这天夜里 秀瑜在路旁的一间破房子里住下了 啃了几口干粮后 他便靠着墙角半躺了下来 连日的赶路 秀瑜很是疲惫 刚躺下不久 他就进入了梦乡 半夜时分 秀瑜被一阵稀稀苏苏的声音惊醒了 迷迷糊糊中他睁开了眼 对面的墙角处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动 但因为天黑 秀瑜看不清楚 于是他掏出火折子把已经熄灭的柴火又点燃了起来 借着火光 秀瑜这才看清楚了 对面的墙角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了一只猫 猫瘦骨临寻的 此时 他就像是受了伤伺的正躺在那里喘着粗气 见是一只猫 秀瑜并没有多加理睬 而是继续眯着眼睛睡起觉来 又过了一会 一阵喵呜 喵呜的声音响了起来 那声音很是凄惨 再次被吵醒 秀瑜很是生气 于是就想着把猫赶走 就在他睁开眼的那一刻 他的眼前出现了奇怪的一目 只见一只硕大无比的老鼠正在猫跟前上蹿吓跳 平日里见了猫 老鼠肯定早就逃走了 但今天却是例外 或许是看到老猫那自身难保的样子 老鼠极为嚣张 围着猫转圈不说 还时不时地趁着老猫不被窜上去撕咬一口 都说虎落平阳遭犬期 这回鹿秀瑜可是开眼了 老猫早已没有了往日的雄风 只能静静地躺在那里 任由老鼠肆意撕咬 嘴里发出阵阵哀嚎 看到这里 鹿秀瑜不由地同情起老猫来 他随手抓起一根木棍 就朝着老鼠扔了过去 木棍不偏不已正好砸在老鼠身上 老鼠一惊 随即窜出了房子消失在黑夜中 把老鼠惊走后 秀瑜站起身子朝着老猫走了过去 来到老猫跟前一看 老猫身上已经被老鼠咬开了好几处口子 鲜血透过皮毛渗了出来 看到这 秀瑜赶紧把老猫抱在火堆旁 从包裹里拿出一块干粮后 撕成小块放在了老猫的嘴边 闻到干粮的味道 原本紧闭双眼的老猫猛地张开了眼 显然他是饿极了 不过 老猫尝试了几次都未能够的这嘴边的干粮 见此 秀瑜赶紧捡起干粮 喂到了老猫的嘴里 吃了几块干粮后 老猫的精神比原先好了不少 见老猫暂时脱离了危险 秀瑜便又回到墙角躺下了 第二天早上 秀瑜早早地就起床准备赶路 老猫还在那里躺着 尽管还不能动弹 但能看出老猫的身体已经恢复了不少 收拾好东西后 秀瑜便走出了屋子 就在他走出屋门的那一刻 老猫突然叫了起来 秀瑜赶紧转身看去 此时 老猫正用尽全身的力气 想要站起来 却四脚无力又摔在地上 可他并没有死心 尝试了好几次都失败了 难道老猫想要跟着我吗 要是我走了把他留在这里 他能活到今晚吗 秀瑜暗自寻思 想到这里 秀瑜赶紧上前把老猫抱在了怀里 三天后老猫的身体恢复了 这天秀瑜来到了一个县城里 身上带的干粮已经吃完了 当务之急是先找口吃的 在县城的东大街上 秀瑜敲开了一户人家的门 在这户人家 秀瑜不仅讨得了一点吃的 还得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消息 秀水县有个张员外 此人原先在衙门里当过差 后来又开了一家绸缎铺 家中甚是富有 这几天 张员外正贴出告示 要为儿子找个教书先生 得知这个消息后 秀瑜赶紧朝着张员外家走了过去 尽管张员外对先生的要求 并不高给出的报酬 也不算低 而秀水县的落地秀才很多 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竟然没人上门应聘 这个职位好像专门 就是给秀瑜准备的 来到张员外家门口后 秀瑜伸手接下了那张告示 看到有人应聘 门房老头忙不迭地 赶紧回去禀报了张员外 张员外出门一看 一个叫花子模样的人手里 正拿着那张告示 难道这就是前来应聘的教书先生吗 看着眼前的这个叫花子 张员外气不打一处来 嗨 叫花子 你接告示干什么 秀瑜无奈地笑了笑 原外 我不是叫花子 我本是松江府人士 只因家中突遭变故 无法继续完成学业 只好沦落到这般地步 听说你家正在招聘教书先生 我便上门来了 听了这般解释 张员外还是不太相信 等他真正见识了秀瑜的学识之后 这才将秀瑜引进了家门 等到秀瑜洗漱了一番换上一身衣服之后 一个帅气的书生便出现在了张员外的面前 就这样 秀瑜便留在了张员外的家里成了他儿子的教书先生 转眼间已经过去了三个月 这些天里 秀瑜除了教书就是读书 日子倒也过得轻松自在 这天午饭过后 因为睡不着觉 秀瑜便走出了屋子 在院子里转了一圈之后 秀瑜便又朝着自己住的地方走了回去 就在他低头走路的时候 一个东西从他的身上掉了出来 秀瑜并没有察觉到 而是自顾自地继续向前走去 就在这时 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女子走了过来 见秀瑜身上掉出来一个东西 女子便上前将东西捡了起来 打开一看 原来是一块手帕 这张手帕正是陆老爹留下来的那一块 对于手帕 秀瑜一直把它看成宝贝 不管走到哪里都随身携带 在打开手帕的一刹那 女子的神色变了 她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就是疑惑 再后来就是震惊 脸上是如此 再看去 她的双手不由地哆嗦了起来 不就是一块手帕吗 她怎么会有如此怪异的表情 难道这块手帕和她有什么关系吗 见秀瑜已经回到了屋里 女子便赶紧上前追了上去 很快 女子就来到了秀瑜的房间 此时 秀瑜正要关门休息一小会 见女子神色慌张地走了过来 秀瑜便问道 夫人 不知前来有何事吩咐 原来女子正是张园外的夫人刘氏 刘氏朝着自己的身后看了看 仿佛生怕有人跟在身后似的 见四下无人 她这才急匆匆地走进了屋子说道 先关上门 刘氏的举动把秀瑜也弄得一头雾水 夫人这是怎么了 不过她还是一眼关上了门 就在她关上门以后 刘氏从袖子里拿出了一块手帕颤声说道 这 这个东西是你丢的吗 一看到手帕 秀瑜猛地一惊 随即在身上找了起来 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 于是便接过那块手帕看了一下 正是陆老爹留给自己的那块 秀瑜正要开口 刘氏却抢先说话了 快告诉我 你这块手帕是从哪里来的 从刘氏说话的语气 秀瑜能够看出刘氏很是着急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刘氏一听 脸色瞬间变了 赶紧巧声说道 快把手帕藏好 刘氏刚说完 门外就响起了一阵说话声 陆公子 陆公子 秀瑜听出来了 说话之人正是张员外 秀瑜看了看刘氏 见刘氏朝自己点了点头 秀瑜便赶紧上前打开了门 门外 张员外正和管家张三站在那里 张员外脸上阴云密布 只见他狠狠地盯着刘氏说道 你怎么会在这里 刘氏笑着说道 陆公子来 咱们家已经很多天了 也不知道他吃住的习惯不习惯 今天中午 吃完饭后 我见他在院子里溜达 就前来问了问 陆公子 老爷平时挺忙的 没时间照顾你 你要是有什么需要的 直接找我就可以了 一个人出门在外 可得招呼好自己 说完 刘氏便笑着走出了屋子 张员外冷哼一声 直到刘氏的背影消失不见 他才回过头来问秀瑜道 夫人刚才前来所谓何事 秀瑜眼珠一转赶紧说道 夫人也就是问了问我来到这里的一些情况 来到这里以后 对于老爷和夫人的照顾秀瑜很是感激 哪敢再提什么要求 听了秀瑜的解释 张员外没有作声 只是盯着秀瑜看 显然他想 从秀瑜的脸上看出一丝端倪 但秀瑜依旧是那般彬彬有礼的神态 看了一会之后 张员外便阴沉着脸走出了屋子 张员外走后 秀瑜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躺在床上 他陷入了沉思 从夫人刚才的表情能看出来 他急于想知道手帕的一些事情 难道他和这块手帕有什么关系吗 张员外进门前后 夫人的表现判若两人 他为什么要对张员外撒谎 思索了一番之后 秀瑜实在想不出任何头绪 便又把手帕装在身上睡起觉来 这天夜里 正在熟睡之中的秀瑜 被一阵哭声惊醒了 他赶紧起身穿好衣服 悄悄地走出了屋子 声音是从隔壁的院子里传出来的 而院子里住的正是张员外和夫人刘氏 两个院子有一道小门相通 秀瑜捏手捏脚地走到小门跟前 竖起耳朵听了起来 哭泣之人正是刘氏 只听张员外撒狠狠地说道 说 今天你去那个姓陆的房间里 到底干什么去了 刘氏哭着说道 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 我就是去问了问他一些生活上的事情 显然 张员外对这个回答很不满意 只听啪的一声 就像是用手扇在脸上的声音 刘氏的哭声更响了 张员外历声说道 哼 你别给我装算了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你要是再不说实话 我就打死你 说完 又是一阵啪啪的声音传了出来 显然 张员外对刘氏下狠手了 为了避免被人发觉 秀瑜不敢在那里多坐停留 一会之后便回到了屋子里躺了下来 躺在床上 秀瑜难以入睡 第二天 秀瑜没有再见到刘氏 听家里的人说他生病了 当天夜里 吃完饭之后 秀瑜便被张员外叫到了屋子里 进到屋子里时 张员外正坐在那里喝茶 见秀瑜来了 张员外赶紧起身 寒暄了一会之后 张员外问道 陆公子 你来我家的时日也不短了 你的学问呢 我很是佩服 只是关于你自己的一些事情 我也没有多问过 今天找你来 也是想和你聊聊 你老家哪里 家中父母可安好 自从那天发生的事情以后 秀瑜便对张员外警觉了起来 听他问起了此事 便多了个心眼 于是就若无其事地说道 也怪我 没有把这些情况及时地告诉你 害得你操心了 我是松江府的 爹娘都是老实芭蕉的农民 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非要让我读书 我娘早些年就死了 娘死后 爹就一个人把我拉着大 前些天 他也死了 没人供我读书 我便停了学业外出谋生 亏得遇到了你 这个大好人 要不然现在我还不知道在那里流浪呢 听了秀瑜的话 张员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 旁人难以捉摸的微笑 停了一会 他开口问道 陆公子 我看你也不像是撒谎之人 那天 我那夫人找你果真是虚寒问暖去了吗 你可要和我说实话 听张员外有问起了此事 秀瑜的心里不由得一紧 不过从她的语气能听出来 刘氏并没有把实情告诉她 否则的话 张员外也就不会这样问了 于是 她便说道 张员外 你多心了 那天 夫人确实就是说了几句闲话 刚说了几句话 你就进来了 在秀瑜说话之时 张员外的眼睛一直盯着秀瑜看 仿佛要从她的眼睛里看出一些端倪似的 见秀瑜面不改色 张员外便没在追问 闲聊了几句后 她便让秀瑜回去了 就在张员外和秀瑜说话的时候 一个黑影悄悄地溜进了秀瑜的房间 进到房间里后 黑影便开始翻箱倒柜地找了起来 或许是问了怕秀瑜发掘 尽管找得很是仔细 但黑影却十分小心 找了半天 黑影似乎并没有找到她想要的东西 于是便悄悄地溜了出来 黑影刚走不久 秀瑜便回来了 就在秀瑜刚离开张员外的房间不久 一个黑影进了房间 仔细一看 那黑影俨然就是刚才在秀瑜房间里找东西的那个人 黑影刚进房间 张员外就问道 怎么样 有什么发现吗 黑影巧声说道 屋子里除了几件旧衣服和几本书以外 其他的什么也没有 我连床底下都翻遍了 什么也没发现 听了黑影的话 张员外低声嘀咕了起来 难道是我猜错了吗 不行 不能大意 这样吧 明天你如此这般 第二天夜里 张员外又把秀瑜叫了过去 依旧说了一些没有任何营养的话 就在两人聊天的空荡 黑影再次溜进了秀瑜的房间 今天黑影并没有找东西 她进了屋里后静止走到油灯旁边 从身上摸出了一个小纸包 然后便把纸包里的东西倒进了油灯里面 做完这一切后 黑影便悄悄地溜出了屋子 不久之后 秀瑜回来了 秀瑜回到屋里的第一件事 就是点灯 就在她拿出火折子 要往灯芯上面点去的时候 黑暗中 一个黑影从地上一跃而起直扑油灯而去 只听姿的一声 随即一股皮毛着火的味道窜了出来 秀瑜吓了一跳 再看去 黑影正是那只老猫 秀瑜暗自生气 嘴里骂骂咧咧地朝着老猫骂了几句 便又拿起火折子朝着油灯点去 奇怪的是 那只老猫就像是诚心不让它点着灯似的 又窜了上去把火扑灭了 就这样来回好几次 屋子里充满了火烧皮毛的焦臭味 看到老猫奇怪地举动 秀瑜很是疑惑 老猫今天这是怎么了 为什么不让我点灯 算了吧 既然它不让我点 那就不点了 想到这里 秀瑜便收起火折子摸黑躺了下来 折腾了一番秀瑜之后 老猫并没有停手 只见它又冲出了屋子朝着黑影藏身的地方扑了过去 黑影正躲在那里等着秀瑜点灯 等了半天也不见屋子里有火光 正在疑惑之际 猛然间 一个黑影冲着它的门面就扑了过来 黑影没有防备 脸上瞬间就被老猫撕开了一个口子 为了不知引起秀瑜的发觉 黑影尽管很疼 但它还是忍了下来 赶紧离开了这个地方 回到张员外的房间 张员外见它又没有得手 很是生气便把它骂了一顿 第二天 秀瑜起床后并没有发现那只老猫 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 正午吃过饭之后 秀瑜正准备躺下休息 忽然 门被人从外面撞开了 秀瑜吓了一跳 随即看去 来人竟然是多日消失不见的刘氏 在他身后 正是一上午都不见踪影的老猫 刘氏头发散乱 脸色苍白 秀瑜见状赶紧问道 夫人 你 你这是怎么了 刘氏没有回答他的话 而是两眼直直地盯着他看 过了一会之后 刘氏问道 陆公子 你爹是不是个哑巴 听刘氏这样问起 秀瑜不由地愣住了 我爹是哑巴的情况 我对谁也没有说 他怎么知道 见刘氏满含急切的眼神 秀瑜便点了点头 刘氏又问 你的肚子上是不是有块胎记 听了这个问题 秀瑜僵在了当地 这么隐秘的事情 他是怎么知道的 于是便反问道 夫人 你为什么要问这些 听秀瑜没有反驳 刘氏仿佛已经知道了答案 只见他一把把秀瑜抱在怀里 失声大哭了起来 我的孩子呀 我总算见到你了 刘氏的举动把秀瑜吓了一跳 随后 从刘氏断断续续的讲述中 秀瑜得知了真相 原来 秀瑜的父亲名叫王仁李 生前曾任一方县令 而陆老爹和张元外 是他手下的两个仆人 王仁李一声 围观清廉 跟着他 张元外自然是没得到什么好处 张元外这个人生性贪婪 见明面上 从王仁李这里得不到任何好处 便开始在手底下 暗中做起了手脚 王仁李得之后 便把他狠狠地责罚了一顿 还要把他赶出家门 张元外苦苦哀求之下 王仁李这才绕过了他 虽然被留了下来 但张元外却对王仁李怀恨在心 于是便和被王仁李整治过的一些坏蛋勾结在了一起 王仁李这个人极恶如仇 平日李说话时 难免会把自己的一些情绪表露出来 他不知道的是 这张元外却把他说的这些话 全部悄悄地记录了下来 有了这些把柄 王仁李便被治了罪 得知是张元外害了自己 王仁李很是懊恼 随后便忧郁致死 刘市长得非常漂亮 张元外早就对他垂涎三尺 可是碍于刘市的身份这才不敢动手 王仁李被治罪以后 刘市并不知道这是张元外搞的鬼 在张元外的花言巧语之下 刘市不知不觉中便陷入了张元外的圈套 等他知道实情时早已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把刘市弄到手之后 张元外原本指望刘市能给他生育一男伴女 谁知道 刘市却始终未能怀上孩子 张元外无奈只好从别人手里抱养了一个孩子 在一次醉酒的时候 张元外无意中说漏了陷害王仁李的事情 恰好被陆老爹听到了耳中 陆老爹有心替王仁李报仇 奈何张元外已经和当地的一些地痞流氓 勾结在了一起 为了能替王仁李报仇 陆老爹便带着秀鱼跑了出来 在一个地方隐姓埋名生活了下来 秀鱼那天丢失的那块 手帕正是在他刚生下不久 王仁李夫妻俩给他留下的 从见到手帕的第一眼起 刘市就断定秀鱼就是他的儿子 于是便想找秀鱼问个明白 谁知道 他刚一进秀鱼的房间 就被张元外的仆人发现了 在秀鱼第一天进到张元外家时 张元外并不知道他就是王仁李的儿子 秀鱼刚进门时一副叫花子模样 张元外便让人伺候着给他洗了个澡 洗澡中间 仆人无意中发现了秀鱼肚子上的胎记 便和张元外说了起来 张元外对这个胎记起初并没有特别在意 直到刘氏进到秀鱼的房间后 张元外这才警觉了起来 于是便把刘氏软禁了起来 随后又派人潜入到秀鱼的房间里 看看有什么值得怀疑的东西 黑影潜入房间无果后 张元外又准备在秀鱼的油灯里下毒药把他毒死 多亏老猫救了他 老猫又找到了刘氏被软禁的地方 用嘴咬破窗户后 这才把刘氏救了出来 事情真相大白后 刘氏和秀鱼母子得以相认 于是两人商定决定逃离张家 就在他们打开房门的一刹那 张元外低着两个仆人早已等在了门口 看着屋子里的母子俩 张元外冷笑着说道 你们娘俩这是要干什么去 听刘元外这样说 秀鱼的心里猛得一沉 不好 看来他早就知道了 为了母亲的安危 秀鱼不敢以身犯险 于是便把母亲拦在身后说道 你要怎么样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张元外不再和秀鱼废话 朝着仆人使了个眼色 那两个仆人便恶狠狠地朝着秀鱼扑了过来 就在这时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群野猫 从四面八方窜了出来 冲着张元外等人的门面就撕咬了开来 很快 张元外等人就被野猫撕咬的血肉模糊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了 趁着混乱之际 秀鱼和母亲赶紧逃离了 张家 经过一番奔波以后 母子俩又回到了原先陆老爹生活的地方 在那里平平安安地生活了下来 或许是心有灵犀 回到家后的第三天 那只老猫竟然奇迹般地也找到了这里 明朝年间 一妇人帮丈夫沐浴的时候 发现其腰间有一对黑色的手印 那手印如同女人手掌般大小 看上去极为可怖 妇人心中有疑 便问道 相公 你这腰间 怎会有女人的手印 男人支支吾吾 没有回答 见妇人问得紧 怒斥了妇人几句便匆匆离去 殊不知 这看似不起眼的东西 却给整个林县带来了无望之灾 一 八月十五中秋节 正是家家户户团圆的日子 新任林县县魏州元明和其私人参军 步行来到此地 却见此地荒凉 家家户户 门窗紧闭 哭声不绝 时有几人出门 但也是步履匆匆 周元明心中诧异 连忙拦住一人询问林县究竟发生何事 为何这般冷清 哪知那人却白白手 不耐烦地说道 没工夫 同你讲这些 我还要去抢神水呢 晚了要人命呢 见此人态度不好 周元明身旁四人参军赵大牛不禁怒贺一声说道 大胆 你可知你眼前之人适合身份 那可是大名鼎鼎的周元明 周县位 那人却是不屑地瞥了二人一眼 您别说您是县位 就是县令自个儿也顾不上旁的了 说着话 那人转身向东而去 周元明朝那地方远远望去 果然见东边 人山人海好不热闹 见状照大牛偏头看向周元明 县位 这我们是先去拜访县令 还是周元明副手看向远方 好一会儿才说道 出来乍道 既是县位 理应先了解民情 走 我们先去探探 过会儿再去拜访县令也不迟 说着话 二人缓缓朝东而去 东边熙熙攘攘围了一群人 一个个争先恐后的都要往前挤 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有一身着白衣 头戴鬼面之人从天而降 众人这才稍稍后退 一个个口中呐喊着 仙人来了 仙人来了 见这情景 赵大牛不禁脆了一口 装神弄鬼 但见那人缓缓下降 停在半空之中 待人群安静下来 那人才开口说道 神水乃天神所赐 价格不菲 一定金子一壶水 仙道仙德 那人话音落下 绝大多数百姓都从口袋里 拿出一定金子伸手上前 仙人 仙人 我有金子 给我一壶水 那人收了金子之后 便给每个人倒了一壶水 而后百姓才兴奋离去 照大牛见状 不禁瞠目结舌 大人 这临线百姓都这么有钱 就是大人你一年的俸禄 都没有一定金子吧 可这些百姓却人人都有 周元明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幕 直到百姓纷纷离去 那人再次成空而去 他这才走上前 就在不远处的角落里 不知是谁遗落了一壶水 周元明小心翼翼地将壶盖打开 一股刺鼻的腥臭味从壶中传来 周元明脚下一踉跌 好一会儿才站定 平住呼吸朝里面望去 只见水中浑浊 隐隐还能看到一层白沫在上漂浮 周元明不禁醋眉 这神水当真值一定金子 想着 赵大牛还来不及阻止 周元明便已经将那湖水凑进唇边 就在这时 一旁盯了周元明好半天的乞丐忽然冲上前 将他手里的水壶抢了过来 这水可不能喝 面对乞丐这种举动 周元明并不奇怪 方才他就注意到 这个乞丐一直在盯着他 故而刚刚喝水的举动 周元明不过是在试探乞丐罢了 随后便听周元明问道 为何喝不得 我看这临线百姓人人将这水当城堡 似有救命之孝 乞丐对那水似乎有些忌惮 赶忙将其放到一边说道 救命不晓得 骇人命倒是真的 乞丐说到这里顿了顿 四处看了好一会儿 将周元明和赵大牛二人引到别处之后 这才低声说道 前不久我们乞丐帮的小乐子 就是偷喝了这水死的 当时也是有这么一壶水放在这儿 小乐子还小 对这东西感到新奇就喝了一口 那直到了晚上他就发一证 非说背后有个人在追他 可他身后哪里有人呢 最后小乐子在我们不注意之下跑了 一直跑到护城河边上 等我们发现他的时候啊 人都浮起来了 所以说呀 这水可喝不得 那些喝了水的人 早晚也得有这么一天 我是看你们两个不像坏人 才把这事告诉你们的 你们可千万不要到那些人面前 说这水不好 不然他们发起风来 石头牛都拦不住 乞丐说着话 朝周元明 二人摆了摆手 便离开了 照大牛看了看乞丐离去的背影 又看了看周元明促紧的眉头说道 大人 这临线当真是奇怪的 很 先是神水之事 再是百姓手中金子一事 当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周元明点点头 当真是离奇得很 此次调任此地 不知是幸运还是二 二人赶到县令府上的时候 已经是傍晚时分了 周元明和照大牛抱上名讳 府上家丁赶忙去通报 不过须于县令匆匆赶来 见着周元明 赶忙作一回到 家丁通报未说明 李某不知竟是周县未拜访 出来迟了些 望周县未见谅 周元明确实笑着 回敬了李县令一礼 周某清晨到达临县 本该第一时间拜访县令 却因一些事情耽搭了片刻 是周某持了才对 二人说了片刻刻套话 便进了县令府中 只是令周元明没有想到的是 区区县令的府衙 竟这般宽敞 家丁无数 院中中了不少 其真一草 其中一种最为少见 周元明不禁多看了一眼 落座之后 令周元明更为诧异的是 就连县令府中的杯子 都是金底的 这时就听李县令 呵呵笑道 周县未出来乍道 不知对我们临县的环境 还适应吗 周元明点头硬道 各地有各地的风土人情 只是元明出到此地 当真是有些震惊 临县百姓人人都有金子 过着富足的生活 想必定是李县令 管制有方 只是元明有一事不明 还望李县令解答 李县令摆摆手 但说无妨 出到临县 元明见百姓奔走 人人都去争强所谓神水 说那是救命之物 不知李县令可知 李县令点头 却有此事 不止百姓 就连我自己 也得靠那神水 才能续命啊 原来就在三个月之前 临县百姓身上 便出现了大大小小的掌印 且掌印 大多出现在男人的腰间 起初没有人在意 以为是于清 可很快的那掌印 渐渐变身 直至溃烂 人而亡 百姓为此苦不堪言 就在这时 天降仙人 那仙人称他手中有一神水 可治此病 一开始这些水免费发放 百姓服用过后 果然见效 可在想买的时候 就要给银子了 一来二去 神水的价格翻了又翻 可没有神水 那病症就又会犯 没有办法 百姓只好咬牙购买 县令一番话 听得周元明和赵大牛二人目瞪口呆 二人面面相去 好一会儿周元明才说到 刚刚提到的掌印 莫非李县令身上也有 李县令点点头 不知李县令 可方便让周某查看一番 周某前些年有幸学过几年医术 希望能对您的病情 有所帮助 周元明拱手说道 李县令有些迟疑 但见周元明态度诚恳 还是退去衣物 当腰间那块白花花的肉露出来的时候 李县令不敬急地歪哑哑大叫 坏事了 今天还未喝神水 这掌印又黑了 说着话 李县令慌忙起身走到桌案前 小心翼翼地拿起一杯水米了一小口 随即又朝着腰间探去 好一会儿他才抹去额上汗水 松了口气说道 神水当真是神水 几口水下肚 这黑印立马就消失了 见周元明二人默不作声 李县令再次开口说道 周县位刚到此地 不知此地情况 若是有机会 我想周县位也要背上一些神水才是 周元明挑眉 确实是神奇 只是这神水价格昂贵 身为县位 一年怕是也赚不了一定金子 而李县令就不同了 你乃临县管事 为何不要求那些人便宜一些呢 周元明话音刚落 李县令脸色大变 敢忙四周旺了旺 这才低声说道 你我皆为人类 那可是仙人啊 我们怎能旺益仙人之事 不过金子之事周县位大可放心 临县人人富足 县位的俸禄自是也会有所上升啊 周元明笑着点了点头 如此甚好 既然李县令这样说了 那么等发俸禄的时候 我也背上一些至神水 李县令呵呵笑着 周县位有心了眼下天色已晚 二位周车劳顿辛苦 不如今晚就在我府上站住 明日再去县位府 周元明拱手 有劳了 三 进入房间 周元明原本笑意盈盈的脸 瞬间沉了下来 参军赵大牛围在周元明身边醋眉说道 大人 那神水你当真要不过是随便说说罢了 没发现李县令有些奇怪吗 确实奇怪 方才他喝那所谓的神水之时 我发现他腰间根本没有所谓的黑印 可他却说有 难不成他产生幻觉了 照大牛说道 周元明点点头 不知他是在故弄玄虚 还是真的 不过我敢断定他喝下去的 跟百姓喝的定然不是一种东西 那水腥臭 无比 还有些浑浊 可我方才明明看到李县令喝下去的可是无色无味的水 不过 你所说的幻觉倒是有可能 我倒要看看这神水究竟是何物 能让全县都犹如中邪一样 如此信赖 第二天一早 周元明寻到林县中的老乡石林郎中 经林郎中一番查验得知 这神水之中确实含有一种特殊之物 名为幽冥草 周元明有些诧异 与你相识多年 这草药多多少少 我也知道一些 可我却怎么从未听说过这种东西 幽冥草所谓何物 林郎中摇头道 我从医多年 也从未见过此物 只是偶然在某本医书中见过 书中所言幽冥草是一种毒物 置患能力极强 仅仅一滴之水 就能要人命啊 如此看来外面盛传的神水真是喝不得 幽冥草 赵大牛此时若有所思 大人 先前我闯荡江湖之时 倒是听人说过此物 幽冥草虽为草 可却也开花 且花气长 有花中美人之名 只是后来有人误食幽冥草之后离其身亡 官府便连夜铲除此物 从那以后幽冥草 宛若绝技一般消失了 周元明点头 看来能拥有幽冥草之人 来头必然不小 哦 对了林郎中 我看这偌大的林县 也只有你还开着医馆 不知在此前 可有人来找你瞧过病 林郎中捋了捋下巴上的胡子说道 的确有人来过 三个月之前的事了 一妇人来我医馆说 其丈夫腰间有两只黑手印 要我去家里看看 可我去了 那人腰间什么东西都没有 白花花的一片 可那夫妻二人都说有 一开始那男人还不肯承认 后来在那妇人的追问下 我才得知 那男人在这之前去过凤楼院 凤楼院 那是何处 周元明问 林郎中道 林县最大的烟花之地 四 月上之头 周元明和赵大牛 一身贵公子打扮 出现在凤楼院之外 院内声歌起舞 院外更是有不少穿着鲜艳的女子招揽来往的男子 周元明二人刚刚上前走了两步 便被门外一女子拦了下来 那女子上下打亮了一番面前 二人 看穿着打扮 二人也不是普通人家 只是没有我们凤楼院的信物 二位公子可是不能进 周元明二人面面相去 姑娘 听闻凤楼院人 人貌若天仙 我们也想见识一下 天仙之貌 不知这信物 该如何得到 那女子白白手道 三定金子方可得到 还要获得我们主上的认可才行 你们二人不符合标准 主上的认可指的是购买神水之时 每个人都会随机得到一样东西 这东西里有的就藏着主上的认可 你们呢 还是多多购买神水之后 再来我们凤楼院吧 那女子说着 便不再理会周元明二人 转头去招呼别人去了 照大牛背方才姑娘气得够呛 大人 这女子分明是不把咱俩放在眼里啊 区区烟花之地 本就是做生意的地方 还不叫人进了不成 周元明垂眸 拍了拍照大牛的肩膀 稍安勿躁 这凤楼院越是不好进 要求多 就越是说明他这里面有问题 咱们在外面等等看 说不定就有机会进去了 说着话 周元明和赵大牛二人便藏身一旁 仔细观察着凤楼院的方向 不一会儿 有二人谈天说地地路过周元明身旁 周元明眼疾手快拦住了那两人 随即开口问道 不知二位兄台 可是要去那凤楼院 那二人上下打量了一番周元明 没错 你是何人 问这座肾 林县县为周元明 那二人见周元明手中之物 连忙拱手作一 周元明摆摆手 出到林县 听闻夜里就数着凤楼院热闹 可我方才进去 门口的姑娘 却管我要姓武 不知这姓武可适 哦 就是这个其中一人将腰间佩戴的一个东西拿了出来 周元明接过来一看 那不正是一书中所画的幽冥草吗 周元明本 有意借幽冥草一用 但见二人犹豫 只好一个手刀将二人放倒 再将那幽冥草取出 放在了自己身上 此番作为看得赵大牛目瞪口呆 大人这幽冥草不是有毒吗 我们这样 戴在身上会不会有危险 周元明摇头 那些歹人不会这么傻 幽冥草乃是进物 随便戴在身上 岂不是太明目张胆了 这是用幽冥草制作而成的干花 就算是被人查到 他们也可说是先前留下的 断不会被人抓住现在的把柄 说着话 二人换了服装扮 凭着那两株幽冥草干花 二人轻轻松松地就走进了凤楼院 院中人群顶费好不热闹 周围不少人窃窃私语说着 今天真是巧了 听说今天仙人会来到此地 免费为凤楼院门客发放神水 不仅如此 还有机会看到仙人起舞 之前有幸见过一次 当真是惊艳 而且听闻今日神水的功效 还要比先前的好 如果能抢到 当真是捡了大便宜了 一群人正窃窃私语着 就见先前在外见过的白衣鬼面之人 再次从天而降 顿时 人群安静下来 那人依旧是停在半空之中 在众人的欢呼下跳起舞来 紧接着从另一旁 亦有相同的鬼面人纷纷而降 几人在半空中飘荡 有一种说不上来的诡异感 可在场的宾客 却是一个个看得如痴如醉 仿佛面前的几人不是鬼面 而是天仙 就在周元明诧异之时 眼前的几个鬼面人 忽然停了下来 紧接着一滴滴水 就像降雨一般从房顶落了下来 全场欢呼 感谢仙人恩赐 众人高喊着 随即拿出随身携带的水壶 纷纷举到头顶接了起来 不过片刻 众人纷纷胡言乱语起来 更有甚者相互殴打 周元明健壮 不禁脸色大变 不好 这些谁有毒 说着话 周元明二人 慌忙躲进人群角落之中 五 慌乱之中 周元明稳定心神 仔细观察四周 就在这时 周元明朝身旁 赵大牛低贺一声 不好 那鬼面人要跑 说着话 就见半空之中的 其中一个鬼面人退身而去 静止往凤楼院二楼飘去 周元明二人健壮 挪动身子也悄然跟了上去 然而那人影却是一闪而过 很快便消失在二人面前 装神弄鬼的贼人 我看你能逃到哪里去 赵大牛说着 便欲要继续追 却被周元明拦了下来 莫急 现在还不是拆穿他真面目的时候 你看这个 周元明说着 便弯腰粘起一块土 方才那鬼面人逃得快 不小心将斜底的泥土一落 你仔细看看 这其中有何奥妙 赵大牛仔细端向了片刻 恍然大悟 这土上的东西没错 只不过眼下临现百姓 还在受所谓神水蛊惑之中 我们一旦打草惊蛇 必会引起不必要的时端 此事还需长矣 可是大人 游明草蛊惑人心 若是长矣 那些百姓性命 岂不是照大牛猝眉 周元明摆摆手 我私下里问过林郎中 他说这幽明草无解 但只要七日不时 病症自然会消解 眼下我们只需 找到幽明草种植的地方 再将其一一销毁即可 可这林献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小 我们又该从何查询 照大牛不解 随即四世想到了什么 哦对了 之前那个乞丐 二人找到乞丐的时候 那乞丐刚刚从街上收摊 准备打道回府 乞丐见到周元明二人 着实有些诧异 只听赵大牛说道 上回我们二人出道林县 还不太熟悉 便没有介绍 这位便是大名鼎鼎 勘破无数奇案的新任林县县位 周元明 原来是周县位 幸会幸会乞丐拱手作医 周元明却没打算客套 直接便问道 出道林县 没想到却遇上这般诡异之事 所谓神水 所谓仙人不过是哄骗百姓的假象 不知老先生可知幽名草 乞丐脸色一变 幽名草 你是说可前些年官府不是已经难道是 周元明一问 乞丐再次拱手说道 我也不过是猜测罢了 当年官府致力要将幽名草铲除 将林县大大小小的地方都查遍了 能烧毁的都烧毁了 可是还有一处他们没去 只是听说那地方闹腰 早就被官府查封了 平日里根本没有人敢去 所以当时便没有搜查那处地方 现在想想 也许真是漏查了 也说不定老先生所说之地 莫非是凤楼院 正是那烟花之地的后院 感谢老先生所言 元明身为县位 定会还临现百姓一个安居之所 说着话 周元明拿出几两银子 递到乞丐手中 可那乞丐却是摇摇头 怎么都不肯拿 六 当天夜里 周元明和赵大牛二人 潜入凤楼院后院 进入一看 果不其然 四处都种满了幽名草 二人合力一把火烧毁幽名草 幽名草绝迹 一时之间 百姓哀嚎连连 就连李县令都愁眉不展 副手在县令府中徘徊 这日 周元明带着赵大牛再次拜访县令府 就见县令府空空如也 而县令正欲背着行囊离去 周元明健壮 连忙向前作医说道 林县百姓正在受苦 正是需要李县令出面的时候 李县令 这是要李县令呵呵笑道 我不日之后便要调任至洛阳 想来一路风光不错 便准备提前走一步 说着话 李县令便拿出自己调任的文书 递到了周元明面前 周元明低谋一看 果然是文书不假 便说道 那便驻李兄一路顺风 周元明拱手作医 目送李县令而去 照大牛见状有些不解 大人就这么放他走了 周元明却是胸有成竹地说道 放心 他暂时不会出临线的 等着看好戏吧 七日很快过去 没了掺杂幽冥草的神水 百姓们如同发疯般奔走哭嚎 就在这时 一道白色身影从天而降 当即百姓站定 人人抬头仰望半空中的鬼面人 只听那鬼面人忽然开口说道 神水来之不易 可先人念及天下百姓 特地让我来传口信 只需三定金子 便可再次获得神水 一时之间 众百姓议论纷纷 三定金子不是少数目 一时之间 哪里能凑齐 就在百姓犹豫之际 鬼面人再次开口说道 金子固然重要 可没有了生命 又何来金子 况且 先人说了 这是最后一个疗程 只要再喝一次神水 大家的病字会除 鬼面人一语 百姓们便有些动摇 纷纷想要掏金去买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刻 周元明的身影从另一边缓缓走出 装神弄鬼 欺骗百姓 李清 这是你身为县令 应该做的事情吗 周元明的声音浑厚 顿时吸引了众百姓的目光 纷纷侧目而视 所谓先人 不过是李县令哄骗百姓的手段 而神水则是用幽冥草制作而成的毒水 你们身上根本没有所谓的黑手印 都是吃了那幽冥草产生的幻想 周元明说着 百姓不禁议论纷纷 可还是有人固执己见 站在鬼面人那边 周元明倒是不急不躁 片刻之后就听他说道 你们可以不相信我这小小的县位 但是你们看看 现在还有没之前那种症状 幽冥草虽有剧毒 但只要七日不时 便可接触患世之症 而今天 刚好七日 我看李县令不是要调任洛阳 而是要趁事情败露之前逃之夭夭吧 周元明雨落 周围百姓不禁嘖嘖称奇 正如周元明所说 他们身上先前的症状果然不见 此时又听周元明一番话 顿时抬头看向半空中的鬼面人 鬼面人见事情暴露 慌忙就要逃走 周元明身旁的赵大牛健壮 眼疾手快飞身而去 一把抓住鬼面人 在众目睽睽之下 将其鬼面取下 还真是李县令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时之间百姓皆叹 此时被拆穿的李县令 苦笑一声 人人都称周元明刊破弃案有一首 没想到我李清 也有再到你手中的一天 可是你忘了 我是县令 而你不过是小小县尉而已 你没有权利抓我 放开我 周县尉没有权利 那我呢 说着话 就见百姓群中出现一人 正是行之府 李县令健壮 不禁仰天长笑一声 束手就擒 后来李县令 在遇 他问周元明 明明自己做的天衣无缝 为何周元明还是发现了端倪 周元明却是笑道 世上没有天衣无缝之事 人在坐天在看 正所谓天网灰灰 疏而不漏 既做坏事 便必有被发现的一天 你以为自己小心翼翼 却忽略了那天天下大雨 你的鞋底的泥 刚好沾上了你院子里 那朵珍奇之花的种子 而我去拜访你那天 无意间发现 你手掌有茧 李县令当是文职 又怎会有握刀的茧 稍一推测便知你轻功了的 加之你一个县令 却住着如此大的府邸 而百姓人人手中都有金子 你身为一线之主 此事若非你带头 百姓又岂会人人富足 我李清这么做 也是为了名好啊 我劫富济贫 将这些金子给那些百姓 临线人人安居乐业 我何措之友 周元明冷哼一声 时至如今 你竟还不知错 你虽让百姓富足 却利用你县令的身份 在那凤楼院中种植浸草 又利用所谓神水蛊惑人心 那些你交由百姓手中的金子 又回到了你囊中 你当真认为你的对的 你所谓的对百姓好 不过就是为了 给你一己私欲找的借口罢了 李清至此终于跪倒在地 频频落泪 我也想做一个好县令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